第165 回 曾國藩知道太平天國中皇李秀成被山琴, 開心到要留夜提審。 再講李秀成,今天才介到來曾國藩大型的。 但之前,捉他的蕭芙士根本沒有把李秀成當成李秀成。 那個叫劉昏的農民,說他捉住了太平軍的中皇,想拿一萬兩賞銀,不然他就要上高。 蕭芙士一聽就火滾了,他認為這個農民是靠滾的,走來炸財。 況且當時李秀成已經換了穿老百姓的衣服,蕭芙士怎麼會相信李秀成會落入一個農民手中呢? 故此蕭芙士不止一兩賞銀沒有比,反而打了劉昏五十大板。 劉昏當然不憤氣,趕著趕著去到江陵院告狀。 小小的一個院令又怎麼敢惹商軍的大軍爺呢? 於是就判了劉昏為鵝詐,現在就壓在監牢道。 蕭芙士對李秀成連審都免審。 和李秀成一起被捉的石翼陽很聰明。 他口口聲聲叫李秀成是兩絲馬,企圖運過這一關再講。 後來有個偶然的機會,蕭芙士看見他手上這個俘虜的價值。 那天他剛剛捉了幾個新的太平軍將領, 那幫將領進牢房,看見李秀成的時候, 立即跪下請安叩頭,叫鍾王千水。 哎呀,蕭芙士一看就開心死了,鍾王居然在自己手上。 他這樣才急急忙忙,親自壓送李秀成、石翼陽的幾個, 到了曾國藩的大刑。 那他當然不會說是農民因為貪徒賞銀才捉到李秀成的, 他就馬那麼吹噓是自己的功勞。 曾國泉也不理得那麼多了,捉到人就行了。 那麼現在曾國藩的中軍將道明足高招, 曾國藩高居上座,左右是十幾個商軍的將領。 曾國泉、鮑昭、李神典、蕭芙士你都在座的。 營門外邊威武地排列了何昌的侍衛, 親兵一個泉一個大聲地叫了, 大長毛要反你收成! 大長毛要反你收成! 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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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秀成被鎖著二十幾斤重的鐵療帶進來。 進來,他冷靜地打亮著曾國藩。 這個太平軍的死對頭, 以前傳得神乎其神的曾剃頭。 原來是一個貌不出眾的老坑。 李秀成想不出, 這個看來一點都不空殘, 一點都不出色的人, 是怎麼將太平天國的大火撲滅的? 他有什麼本事呢? 曾國藩營用他一對三角眼馬地釘著李秀成。 他也同樣看不出辭請大江南北十幾年, 令他頭殼尺的太平軍將領是這麼斯文的。 他不如想起了陳玉成, 他盡量在李秀成身上找陳玉成的影子。 看來這兩個太平軍的將領氣質相近, 之又不盡相同, 不同在哪裏呢?他一時說不出。 大家看了一段時間, 是曾國藩開口先了。 你就是李秀成。 李秀成就不是那種大意想言慷慨陳詞的性情。 他跟陳玉成的激烈形成了鮮明對照, 亦不同於石打開一個豪爽, 他在敵人面前平靜安長, 好像跟人傾談談一樣。 子彥說, 我是李秀成, 就是那個令你們睡不安樂覺的李秀成。 嘿嘿嘿, 現在我總算可以高枕無憂。 未必。 康王汪海洋, 是王李世賢, 父王陳德才, 尊王賴文光, 他們都是手握重兵的大將。 你們還未睡得安樂覺。 曾國藩就改變話題了。 你有沒有想到, 你們太平天國會這麼快臨台? 他想著李秀成一定會駁斥他。 誰知道李秀成就老老實實地說了。 我想到, 我從蘇州常州陷落那一起, 就知道太平天國不撐得多久了。 啊, 既然你知道, 為何不力玩狂難呢? 一個人能力有限的。 天朝有很多失誤。 這些失誤是一天職埋的。 到職重難返的時候, 誰都沒辦法了。 到底有哪些失誤呢? 曾國藩覺得李秀成一點都不可怕, 也不可能令他難堪。 他就叫人除了他的鐵療, 還擔了一張椅子給他坐。 李秀成就陳述他自己的觀點。 他認為太平均佔了天經, 沒有傾全力不乏, 這樣就重大失誤。 楊秀清偉昌暉之亂, 殺人過多是失誤。 石大開出走是失誤。 信任洪聖族人是失誤。 濫風王居然封了兩千七百多人, 亦是失誤。 曾國藩就說, 嗯, 都算你頭腦清醒。 那你認為太平天國的殘暴 還會不會恢復到全盛時期呢? 李秀成說, 幼天王洪天貴福成功地出走, 李秀成說, 紅人幹地會擁戴他為王。 不過照我看, 太平均已經是強老之末, 不可能有從前的聲勢了。 一聽他說, 幼天王還在處, 又是當著眾將面說的。 曾國全沉著氣, 馬上接口說, 你亂說, 幼天王被我們殺死了。 宮女連屍首都指認了。 李秀成又免得跟他計較。 有天王在不在都一樣。 太平天國已經不可以東山再起了。 曾國凡忽然上入飛飛了。 李秀成, 既然你認為太平天國已經滅亡, 太平軍的盛餘部隊也是強老之末。 那你眼看著他們無謂地犧牲, 難道一點都不深赤嗎? 如果曾中堂保證到保存太平軍的性命, 令他們放下武器之後, 能夠回家安居樂業, 我願意出面去解散他們。 曾國凡忽然記起泳州審問陳玉成的情景, 他就說:「當年我審問陳玉成的時候, 我提出由他招航救報的。 知他說, 他所有價值的, 是因為他整身上下有太平天國人的浩然正氣, 有天朝人的硬骨頭。 他說他如果投降了, 就好像一隻沒了腰骨的蝦巴狗, 太平天國的人都會唾棄他。 他去招航他們, 是沒有人會來的。 知現在你又這麼有把握, 令你的余暴放下武器, 究竟你們兩個誰說得對呀?」 李秀成說:「都對, 像一時被一時一樣。 現在是天國窮途末路的時候, 誰人都看得出。 你是我敬重的人來, 都算是通情達理了。 那我也不難為你, 免得一次次地審你了。 你好不好原原本本地寫一份不錄呢? 多謝中堂給我時間。 你即使不說, 我都想冷靜下來, 思考一下天朝十五年來的是非功過。 我不是自己, 要給後人看的嘛。 好嘞。 那我安排訪給你。 曾國凡就馬上交代曾國全說, 不要鎖它鎖鎖鎖了。 讓它吃飯菜日可好些。 李秀成就說。 曾中堂, 我還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不知可否。 您說吧。 我有个未婚妻叫做石奕阳 跟我一起避夫 我希望你们善待她 啊,你放心 我会允许你们经常见面 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公亲王逆恩 这几日开心得不得可了 慈安太后为金陵大节 已经唱了几日戏 今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商议上次经过还没决定下来的事 只见慈禧太后说 曾国藩真是功大于天啊 长毛始终都败在他手上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虑待他才行 公亲王逆恩就接口说 神和军机处的大臣已过了 大家都认为 曾国藩功衰大,不宜风凰 不要开这个破祖祭的先例啊 那啊 那风个什么给他好呢 风猴就行了 那也是汉人前所未有的荣光 那只是虚风 再给他一个文华殿大学士 实受两纲总督 我看他就什么都心足了 反正你们军机处都已过了 就这么办啊 姐姐啊,你说呢 那个慈安太后就不知可否这么说了 风猴就风猴啦 慈禧又问了 发匪的全国玉璽找到没有? 是什么意思啊 逆恩说 几次吹问 曾国藩都说失于冰火中啊 啊,对了 那个李秀成怎么好呢 我看不如压介他来北京 等刑部好好地审下 也等京中的人开心下啊 这么多年了 搞得人心惶惶 看下这个逆匪的下场 啊,太后,这层好意咯 嗯,现在场目就剿灭了 不过曾国藩手上 有几十万精兵 加上了中堂李鸿章 如果他们一走迷的 我看终归都不是好事 是不是要他交出兵权啊 太后 现在要他交兵权 怕为时尚早啊 因为法匪余暴 在江西福建远北一带 还骂着事 脸匪在山东河北也好囂张 神认为 还未到了尽工藏的时候 不过,近日朝野中议论金陵官户财物之迷 留言就越来越多 是咯 这么大一个金陵 我才不信官户里头 一点银子都没有 是否被他们商用自己抢走光啊 朝廷还指望那些银子的 鬼才相信啦 啊,不过那又是蠶青的无头案 哼 我就是怕剿灭了个洪秀泉 再出个曾国藩 那就毕毕都没那么毕了 只他一个都算啦 如果再加上一个左宗堂李鸿章 我始终都觉得汉人手上的兵太多 权太重 终归都不是件好事来的 神想过啦 我们可以利用曾国藩左宗堂之间的不和 各个击破 相互牵制 这样他们哪个都不敢和朝廷抗争啦 听说曾国藩左宗堂这几个人私交好好的 那个李鸿章又是曾国藩的学生 怎么拆散到他们呢 左宗堂是个大有抱负的人 自是才高八斗 这次见到曾国藩攻克金灵 立了大功 他好不服气 喏,太后 他上了一道摺子 请两位名价 逆人说完 就双手递上个装在黄盒里的奏摺 慈禧太后看完 就递给慈安太后 慈禧话 照左宗堂的说法 长毛的幼天王根本就没死到 是扔走了去江西 是,而曾国藩说幼天王死在乱军中 他们两个说的哪个才是真啊 逆人就说了 左宗堂所咒是实了 曾国藩为了全公就说大话 那便不言自明了 那便不言自明了 左宗堂的奏摺子抄一份给曾国藩 他一定会老修成路 那他们两个从此就会变成冤家对头 还想走迷吗 慈禧太后对逆恩这一首好满意 他就说了 嗯 那便对了 小心使得万年船了 那时逆恩又递上几个咒接话 奴才这里还有几份弹劾曾国藩曾国泉的摺子 哪几个啊 是不是见到人家有功就眼红那样 功亲王嘴道就不说 自深度好清楚 参曾国藩两兄弟的蔡秀琪 是得了西太后的妻子 那才上这份参咒摺子 不是他哪里有那么大胆 那所谓妻子 就是严官猜度到皇上的心思 或者得到某种暗示 按照皇上的意思上摺子 同志登基前 西太后想随廉听证 就找了几个大臣来上了一次妻子 当时功亲王是西太后的合谋者 当然什么都瞒过他 为了表示对功臣的爱护 西太后就专专将蔡秀琪的摺子 批了个流中不发 这样对曾国藩稍微有利点 再说那个慈安太后 看完蔡秀琪 使诸镇谈劾曾国藩的摺子 他好像还没理解 慈安太后的意思 他说了 哎呀 你看你看这两个东西不是添乱吗 我们在那封赏 他们跑出来潑脏水 慈安解释 所以我就批了流中不发 不过 人家告曾氏兄弟的商军纪律败坏 大抢大略金铃三日 港妹的商勇都整船整船的运钱回乡 不会是无风起浪的吧 慈安说了 真是有歧视吗 逆恩说 不可不信 这几年商军的响银花得好像流水 姓宝祖就说过了 商军从刑官到哨官 个个都是贪装能手来的 慈禧太后就闹在面上说了 我们不可以因为有功就一百遮三丑 这次要厌茶 逆恩就献计话了 厌茶就不好 不如叫他们报销帐目 那一报就留底的 正常报销军费 他不说得违难他们的嘛 好 还是陆爷你功名 那叫他们重促办理军费报销 各级将领都不例外 慈禧所以说公亲王高明 是他将报销这一手 看成是刺向曾国藩商军的一把圆刀 朝廷并没有围难商军 是你们自己不争气贪装枉法 到时候一声令下 解散这支令慈禧太后畏之如虎的商军 那就惹不起什么风波 再说李秀成的那间囚室 是一间石头屋来的 陈切简单 一床一桌一灯 但是很干净 显然是曾国藩的优待 囚室里头 经常听到江水泊岸声 李秀成知道 这里来长江没多远 大概是浦口 以前太平军水尸住宅在浦口 但这时已经换了清兵的旗次 唉 他有什么办法不深深地叹息 这几天李秀成几乎没怎么休息 他知道自己如日无多 就抓紧写曾国藩称为志工的文字 他急于想写下来 是要警示后人 也借以表白心智 他不想什么都没留下 就这样死了去 他原本就抱过一些幻想 幻想曾国藩不会杀他 谁知自从昨天见到 重王陈德峰以后 他觉得曾国藩就实不会放过自己 起因是怎样的呢 要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